欢迎官议会 最近仍在进行第十七回的临时会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关府宽布局的六庆专案报告 尤其是七月底下公布的 银海地区流行8下研究 进到四季万主义的重点 这样做比较合 我觉得这个是在 你觉得应该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在一个中央的监督 因为反品法的监督来讲 主折的话还是在环保署 最具备这个健康的 这个世代风险评估报告 最起码来讲 我们地方政府的努力 是让它凸显这个问题 基本经营第三年的报告 还没说没结果 关府宽布局就已经 先通过六庆4.7期的环境变故 甚至4.6期也很有可能通过 但是六庆专案的安全性 稍后大家进步信心 我们县政府目前当着力的地方是 因为发生了公安以后 我们就集中主张 应当要把台塑的公安的问题的话 由国家出面来接手 来处理相关的问题 4.6期或4.7期来讲的话 因为租土团还是在环保署跟工业局 那当然我们县政府的话 基于我们是地方机关 我们有劣席 不管是已经存在的工学区 或是要继续更大的创办 这些都让本人感到恐慌和不安 要怎么让中央知道 議員提出这样的建议 我们本人过来建设县拜 是怎么独海就要来我们这 甚至在插头 来共亚国抗议 来反抗出抗议 插园你在提议是一种的运动 一种抗争的运动 还是一种人们要发出生意的运动 如果这个运动来讲的话 你地方的能量 地方的能量有够不够 典型政府的无奈就是因为很多问题 都是中央才有款好处理 議員提出这期与建议 也是希望大家找出方法 为民众夷进出一些新增的空间 也让困难的环境 减少恶化的可能性 记者 联一联 彩虹报导